来看最新消息 尽管美牛议题可能冲击到台美关系 不过根据了解 美国国土安全部来台检视 我方适用美国免签证计划候选国的这个访问团 依旧按照计划预定明天抵达台湾 并且呢会在礼拜三一早听取由外交部 内政部 领务局 入出国籍移民署等单位做简报 并且呢还要访问领务 国境线单位来进行考察 预计会停留到周末 根据了解 包括我方晶片护照防范未貌的功能 与国境线上通关辨识和美方反恐连线机制的顺畅与否 都将会是美方观察的重点